由于涉嫌学术放下,他的学大人设跟他,专头有效斗电一起,被口水大军淹没,在学起来光芝的背后,大大军从此事的细微末学中,发现了一个精灵的真相,我们也许错怪独天灵了,他的目的是想有一体真理,刺激有效斗电,这场战斗,从他踏入斗电就开始打响,人要是望独天灵,后来可以不去斗电, 因为他是个学大,高考成绩总分580,虽然数学只有19分,但元宗超过270分,比当年分数267分的深冬元宗状元还高,更连说以元数学相向男,都得145分,因为他是学大,所以他的580分,已经能上力取分数,为641分的国际关系学院, 不过他还是选择了中国电影的最高学府北京电影学院,为什么呢?因为黄晓明一句话, 刘天灵和黄晓明,教人老爹是同事,一次吃饭,刘天灵他爸问黄晓明,你看这孩子,咱不能够这行,黄晓明说,还行,去考考吧, 就因为这句还行,黄晓明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,本来满怀西纪的他,进入北京后, 却看到阴通论下,表演学院副院长成立,学术经历,完全不符合院长身份,同事生导师要求,不仅学历只是本科,更没有足够的学术门人,装助支撑, 但黄晓明决定选择希望,在北京继续深造独人,独人期间,黄晓明保持他品学经约身份,担任本科表演帮助教,但他看到了什么? 他到了1993年出生的本科学生刘西阳,和1969年的院长张辉结婚,院长是二婚,张辉还玩了一场胜大的浪漫,自己当导演,和新夫人刘西阳,分别当男女主, 上官小童,院子,张艺山正新捧月,拍的部一纸昏约,电影乱出天际,但张院长手脸通天,则虚然凭借此片,或第三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最佳永远演讲,巧的是,奖项的合作单位是北京,张院长不是一个浪费的人,他这次一致薪金,完全由新年电影制片产出资,这个公司,也较较由北京电影学院, 所以,张辉以北京院长身份,取北京学生,用北京的钱,讨小夫人关心,还靠北京的权利,给他拿个脚弯来,看到这些处内精心的景象, 林天林非常失望,天林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,他决定挺身而出,就像他在新青年讲的合说,人生价值的体现,在于他的不可替代性,他要做那个拯救北京的,不可替代的人, 永远活种计划比天林明白,是高利博的自己,且决不了问题,就像当年阿娜杀性侵世界,北京和亮平,因为能力人轻,很快远于洪流,相比半生疾呼, 公勇的林天林,决定作为明节,利用自己在娱乐圈的影响力,引发网络避震,以自身献祭,完成建大北京的宿舍,他明白,如果只在内部自经费查,没有,必须借助广大吃瓜网友,键盘龙雄,此时他费问,怎样才能从自己出发,影响大北京, 动员高校学术干净,出轨,虚读,调超,单纸和各人有关,想振动北京,不行,林天林想到学术不得,他开始一步步设下讯警,首先是论文,一定不能符合要求,还得抄袭,大段抄袭,尽管北京必要要求,明确博士研究生,必须有一天和新分刊发布, 没有这份开议,有利用通知也没有,但不天零,故意对发,至少也只能分到三篇V7开作品,其中唯一算博士内容的,查重力高达款度的40.4%,超少点,分开抄不行嘛,不行,那让不够震撼,要抄,就抄够痛快,说学术不多,那就是真正的学术不多,博士必要用人, 曾经用20人,19个官能检索,只有他检索不出,这样就能在高上给北京重重力机,别听人的干脆,不给自己留后路,同时,2014年开始读全日制的博士,他不在学校,反而疯狂接戏,力量主演十一部戏,力时需各方艺,白路人的拍摄,就在他读博时期, 这怎么可能是自称网课期间一部戏也没拍到敌天雷呢?答案只有一个,他为了进化宝殿,又一次牺牲了,来源,心坚大致于完全违反学术规范的导师进组寒秀,还有把导师成语的名字写成诚意,他真的连改对能力都能有吗? 答案不,这是处心机律时除自己博士在讲后,把火影像斗变的导师阶层,杂出楼带出名, 仁天雷与张辉和勇,处立出脸部本司,大侯工作人员罗,他在大众面前苦苦闻在高知学道研社, 每逢重要场合就强调自己并有些博士的身份,时刻让网友有个深刻印象,为了揭秘和爱,为了世间的爱与正义, 仁天雷早将自己置之地外,只求这把火在北边,烧得更久更远, 这一系列的草石灰蟹,就是仁天雷的火种计划,现在看来,他的意愿意行,都暗含生意, 充满作为牺牲的包装,用诚信表达中国,然杀自己孤勇的都是仁天雷,可能还准备了不少惊喜, 等着我们去发现,凭分爆发火种,已经全部埋下,支撑一个打火索, 在微博,支揚等地,他已经准备好自己博士学路的棺材, 更给吃光网友一点点弯料,先天等待着微博热搜的机会, 先在微博故意透露自己博士内容赠数,把十万字,倒置于收一爆发, 反手到威仪正习的跟上,流向无限可击的破绽, 最终定稿用4-5K,连小于10万字内容的Web带小, 工作室也在合适时机,巧要做出表面辟谣, 时隔山风点火的声音,本体要开花, 微博对办一起报,顺势引备带友林来张院长的电影, 一直昏远评论需观光,最后借环球时报, 执迷日报的媒体,让事件彻底发酵,这几天, 林天林作为乐客工程,四天上线,微博, 139次,密切关注事态进展, 其实他早就透露了致命证据, 给朔博网友识别不是同类人的隐藏采荡, 他能力的发量,要知道朔博士, 每天恪守穷金,被学术折磨, 各个硬权未突,林天林熬夜读博还有头发, 不可能,上北京大学博士后,必用通知书, 让网友刷出天际, 在顺理成章提出带读狄天林入门的要求, 是准备工作最后一环, 但狄天林也没想到, 他还在春晚获得了打假警察这个角色, 就让他的大技更加完美, 不仅在全国人民新增知名度对生, 更给网友提供了最后一次问世, 时候到了, 就在全国人民最强的春节期间, 他用几年的努力和铺垫, 背负网上骂民嘲笑的勇气, 民主任人也能绕开支网, 可向成对合格之道一加一等无论意乱, 但他一人决定把污水泼到自己身上, 大浪逃杀, 只有这场封门后, 看清事件本质, 成就大叠天林的粉丝们, 才是真粉, 天林, 此去逆河, 他给电, 还没有笑一个朗朗乾坤, 若一去不回, 若一去不回, 比特林的布局, 已经到最后时刻, 就插着铺垫门一脚用之朗, 笑起整个北电, 去光网友们, 涉事博士们, 笑有开号, 最后, 他深吸一口气, 打开摄像头, 先进地生远距, 带着挽救女向于欲望之中的满群热血, 假装无知地说出了那奋量十足的单个半色之王, 是什么东西啊?